相較前第一天跟第二天吃的食物 真的是好吃太多了 袖是晚餐 吃美式自助餐 台灣旅客楊先生直呼 終於有像樣的一餐 身為在越南富國島旅遊 遭丟包的近300位台灣旅客之一 楊先生語氣滿滿無奈 今天是最混亂的一天 我們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團員 是要自己坐 自己叫自己叫車 楊先生一家四口 花了約台幣20萬元 滿心期盼2月10號到14號 在富國島玩五天四夜 沒想到台灣的年代旅遊旅行社 和負責接待的越南旅行社 發生付款糾紛 11號晚間 越南旅行社負責人向旅客表示 因為年代旅遊不付團費 每位旅客得先支付720美元 才能完成行程 返台後再向年代旅遊求償 雖然楊先生最後決定付款 不過也有近半旅客沒付錢 直到新聞曝光後 情況才獲得改善 不過苦主不止楊先生 預計13號回台的楊小姐也採希希 去機場的車子還有食物 通通都要自己張羅 因為附近飯店也沒有得吃 所以我們就 團員就自行先去飯店的超商 買泡麵 那你年代你不僅不處理 你就一直在虎腳漫長 一直在跟客人講說 我11點半處理 今天一定派車給你們 11點半那半台車都沒有 根據越南旅行社掌握 2月14號將有三架包機 飛回台灣 其中一架是由越竹航空直飛 但據了解年代旅遊到現在還沒付錢 14號恐怕還會出問題 就派能妥善處理 讓台灣旅客盡快回家 TV的新聞新聞想劉如萱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